上一堂课在讲硬体 这一堂课在讲软体 上一堂课讲的硬体在讲整个台北市的规划 如果你们还有点记忆 上次我跟大家讲整个台北市从90年到2000年到2010年 这二十几年来各自的发展 从非常社区型的公共建设的 慢慢慢慢定定的各种不同的轴线 如果你们还记得上次我跟大家讲 南北轴是一个文化轴 东西轴是一个产业轴 所以东西轴有很多松山烟厂 华山一文特区 建国皮球厂 包括平盖工厂 后来连接到南港 南港就是另外一个产业 就是软体产业 所以东西轴都是产业的关系 南北轴就是我们讲淡水线 这个全部都是文化轴 所以我上次跟各位讲过说 我曾经有个概念 这个南北轴这条 可不可以变成台北MRT University 是台北捷运大学 因为里面有非常多的文化学术的机构 如果可以变成一个大学 那当然是跟 会是全世界非常重要 所以上次有跟大家讲到那一块 讲到台北市除了大的城市治理跟公共建设的发展之外 其实还有包括线性的轴线的发展 上次还跟各位说台湾有很多的城市非常符合可居城市 因为它有很好的street life 很好的24小时的住商合一的空间 所以住跟商就是轻工业 轻的手工业跟住合在一起 跟商业设施 其实对一个市民的生活 对一个城市来讲是一个还蛮好的动力 所以上次也跟各位讲 怎么样去重新看待一个好的可居城市的标准 不是一个纪念型的或者是一个国家型的城市概念 或者一个叫做地标型的城市 上次有跟各位大概讲过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住宅系统基本上早期都是外部 围着都全部都是commercial 办公楼还有很多住商合一的大楼 到里面的时候都是一些公寓 街道大概六米到八米的巷道 四楼的公寓跟七楼的华夏 慢慢的现在都更都变成高楼 可是以前不是这样子 以前大概四到七楼是一个非常好的scale的高度关系 那上次除了跟大家讲 线型的跟block的状态 有跟大家讲说台北市还有另外一个是 块状的 不是线状 线状就是轴线跟交通跟轴线有关系 块状的其实我们称为叫district 就是地区 这个地区上礼拜有跟各位说在英国的wallpaper杂志 把这个称为说一个好的可居城市 应该建立了更多我们称为叫做urban village urban village就是一个区块一个区块的地区 有它自己的特色 每一个特色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文化 跟它的不同的商业设施 就创造出来的一种多样性的 可是在一整个城市里面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上课的前面一小半段 会补充街区就是这个块状的 我们称为叫district 或者我们称为叫做urban village 我们还会补典状 因为当今天有线有面块状以后 开始就是要用点去触发每一个区位 可能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化学作用 跟新的触媒 那这个点状就是我们称为叫做urs系统 就是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 就是都市再生基地 以点状为基地 所以这个是这个礼拜前面 我们刚开始会用两小段 来补充上个礼拜的整个城市设施 如果这个大家都已经理解的话 大概就可以知道 整个台北市的大致的轮廓跟状况 如果你们还看了台北原来如此的话 那你对大的硬体应该有一点点概念 下礼拜会各位谈的 是在谈城市治理的一些新的可能性 包括怎么样把台北的水跟绿的环境建构起来 怎么做social housing 怎么做我们现在最核心重要的社会住宅 要怎么被建立起来 互数都是以量为重点 可是真正还有一个核心重要的 其实是值 怎么样建构一个好的社会住宅 社会住宅它在社会里面的功能 它怎么维持社会公平 而且它可以成为都市的触媒 这个在下礼拜会跟各位说 怎么样用新的住宅跟旧的公寓 产生互相之间的平衡 这也是下礼拜会跟各位说 所以下礼拜如果你们再往下听的话 下礼拜会提到一些 比较属于social design 创意设计或设计思考 所创造出来的新的城市治理的 新的模式 新的model 在下礼拜会谈 这礼拜除了刚刚讲会跟大家讲块状的跟点状的再生基地 这个礼拜主要讲人 因为你有知道台北市的轮廓 你还要知道人 你才有办法到下个礼拜去谈城市治理 要不然没有人在一块 你不晓得谁在operate 那城市有哪些人 可以做什么事 那我们一般来说 要做一个事情的成跟不成 大部分就是看那个team 有没有办法组起来 那这个team有个蛮重要的一些因素 你要知道这些人各自在发展什么 那他们的特长是什么 所以我今天主要的一个论点 用一个名字叫做创新世代 我称为叫做social pumping age 世代的启动 那应该这么说 其实这个时代 21世纪的现在 很多人说社会公平正义 很多城市的发展 我倒是觉得 现在全世界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趋势 其实是 其实现在的革命 不只是社会公不公平 极端贫富差距而已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革命 是世代革命 它其实是一个generation gap 越来越大 新的世代所面临的挑战 跟我们这个世代不一样 新的世代他在建构 他自己跟这个社会的关系 跟他的行动基础 跟我们这一代就是不一样 所以如何看待现在的 所谓的三十几岁到四十几岁这些人 他怎么启动社会 这个也是我们这一代 必须要看得到的 因为我们这一代都被称为是 略取社会最大资源的一辈 OK 所有的资源都被我们略取了 其实我们也是建构台湾 整个时代 从一般的存活变成繁荣的一代 当然他也把很多资源 都在我们这一代拿走 所以我们这些人都还坐在椅子上 下一代的人其实很可怜 他不晓得下一代要做什么事 反过来我们现在坐在椅子上的这个位置 其实也不一定是这个世代要做的位置 这个世代连找工作的方式 连他未来对他的career 就是职业生涯 或他自己的人生生涯 跟我们这一辈其实是非常不一样 New Generation有一个非常自己 对于他自己未来的career的一种认识 我常常讲说 很多人说现在新的世代 毕业之后我们这一辈的人都会说 现在毕业的人都草莓族 到一个地方工作 工作没多久就要换工作 一直在换工作 好像就找不到自己定位 可是我自己因为我了解了一些年轻的世代 我倒是这样看 现在很多新世代的像你们 毕业之后进了公司 可能三个月你就离开了 并不是因为大家是草莓族待不下来 是因为你进到那个产业 你闻闻那个气味 你就觉得你不能久留 就是他的整个经营模式 他的就有产业的产业链的 跟你对于你的工作形态 要跟他merge的时候 你发现以前的产业链 都是由上而下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你大概觉得我在这边做 叫我做的二十年三十年 大概不是我心里面想要的 我的老板所经营产业的方式 也是跟我看到现在 未来社会跟世代不太一样 所以很多久留并不是因为钱的问题 也不是因为你没办法吃苦耐劳的问题 是产业链或对于这个时代的认识 开始产生改变 或者你自己对你自己的期待 你跟这个社会的关系开始产生改变 那我倒是觉得反过来应该要重新看待 那新的世代它到底可以做什么事 它做的这些事情 到底跟我们以前旧有的毕业以后工作 在一个公司 像日本在一个公司文化一带就待四十年 这样的关系到底是不是对的 也不见得是错 因为社会需要很多很多不同面向的人 在不同的位置去经营这个社会的整体关系 可是应该还有别的机会 所以我今天在谈的这个世代启动 其实是特别针对在三十岁到四十五岁 甚至说五十岁之下 那个New Generation 因为五十岁都太老 那四十五岁之下 这些New Generation到底在做什么 他们对生活 对城市的美学 其实是跟我们这一辈很不一样 他们其实对自己的生活 其实欧美早就已经到这个地点了 欧美常说台湾没有中国的狼性 可是欧美狼性有一些 还有一些人是为了自己的某种生活 生活的价值而活的 所以一个社会最健康的应该是什么都有 你也可以是非常要做自己的事 你也可以非常aggressive 要去创造一种新的产业 所以每一个人的生活美学不一样 可是创新时代还有一件事情是 他在做社会启动 因为这个社会急需要被 有一些共同价值来做启动 启动到底是谁呢 常常是有些是一个人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不一定要 你要很有经验 我常常说 你们不要忽视你们自己的存在 你们虽然只有二十几岁 其实二十几岁 你就可以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而且你可以做一件 很多人在帮你一起做的事 一般事情会做成功 大部分都是别人要帮你 那别人为什么帮你 是因为你建构了一个value 你自己相信了 别人也相信你了 别人才会帮你 当别人不相信你 或别人觉得你那个value高度不够 那大家只会在旁边看 所以这里面social value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何建构一个好的value 我以为这个value具有公共性 大家愿意一起来做 这个才是要启动社会一个蛮重要的关系 所以我用英文为什么叫做social pumping age 就是这个世代很重要 其实是做一个社会的pumping 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我常说我现在到快我差不多55岁 我毕业之后30年 我现在刚好毕业30年 我到现在生活还是非常有活力 我觉得我自己很有活力 我自己每天过得很有力量 那这个力量大概不是只有我专业可以给我的 就是说不是我学建筑 所以因为我有业主 我没有业主 也不是我的这个专业 做一个成就 有成就的建筑师设计师给我的 大部分给我到现在还有点力量 是因为我的兴趣跟我的工作 跟我的生活 三件事情完全在一起 而且我觉得我做任何一件事 都会改变某些事情 我认为我自信 包括我们帮大家上这门课 我都觉得为学校的不是建筑的人 上一门这样的课 我都觉得可以改变事情 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可以改变事情 可我相信可以改变事情 我相信各位40个人 只要有五个人 在毕业之后 你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那我觉得我的贡献就够了 所以我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自己 所以我让我的力气还算够 所以一直到55岁 可是你知道 现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社会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社会很快就把一个人可以消磨掉 你知道我现在开同学会是最可怕的 55岁开同学会 你会发现我的同学 有人长得像65岁 跟你说社会就是这样啦 不要想太多啦 那些人像65岁 可是有些人55岁看起来像45岁 我虽然长相不像45岁 我心里像45岁 我觉得我还很年轻 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是很有希望可以做的 那怎么办呢 我同学会那些人是我的伯伯跟叔叔耶 我开个同学会 你们25岁开同学会是没有感觉 因为大家都长得一模一样 我开同学会我的同一辈的人已经看起来像我上一代的 而且像我比我爸爸还老的那种 那那个是什么 那个就是社会 社会把一个人很快的就可以抹杀了 甚至于很多人在毕业不到10年 他就是进入那个状态 那我自己认为我进入社会这样子 毕业30年 我还没有在那个状态内 那需要有一些 有一些energy是来自于外部的 就是你觉得 Oh wow 我可以改变 somehow可以改变什么样的事 你就会很努力把那个事情做起来 那这是给大家一个建议 因为未来你还有很大的30年要走 那你一直要保持keep going 你就是要知道说 我原来是要这样才能维持下去 这礼拜的书非常容易念 它基本上不是书 它是三个小手册 三本书都同一个人写的 叫Charles Landry 特别在这一周给大家的原因 就是因为Charles Landry在前面的三年 2012、2014、2015 出了三本书是台北市 为了要做这个设计之都 找了这个创意城市 这本书的作者来做台北的总顾问 写出台北的三个建议跟三本诊断书 所以深圳诊断书特别提到说 台北整个社会的水平非常的均值 而且最需要就是人的问题 所以他也特别提到人 所以我请大家把这三本书拿来看一下 你对于城市的空间跟城市的地景 跟人到底是什么一个关系 那所谓的城市到底是怎么被建构起来 在上这堂课讲到人之前 我会先用一张2008年距离现在已经是八年前的事 这一次的奥运是在巴西 上一个奥运是在伦敦 上上次的奥运 其实是最大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奥运在北京 那北京在奥运 你知道奥运其实是一个代表一个城市 一个国家对于未来这个世代 或对现在这个世代的一个发言的关系 那北京在2008的奥运 我刚好在中国大陆 我可以理解那个时候奥运对于中国 整个很大的气氛影响 还有中国人在20世纪缺席之下 在21世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言权 在这发言权的时候 其实北京奥运 他们在他们的开幕的晚会 做了一个东西叫做 One Word One Dream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企图把中国大陆这么多的人 还有包括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 各种不同的未来的可能性的关系 在那个moment给建构在这个舞台上 用一个One Word One Dream的关系 然后他那个时候为了奥运的时候 盖了这么多的所谓叫做地标性的建筑 或者叫做实验性的建筑 包括我的老师盖的Dakucha 水煮蛋 水利方跟鸟巢 每个都有一个名字 每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伟大的实验性建筑 我记得在2010年两年之后 上海世博也盖了非常多很重要的建设 那那个时候其实度我们讲那时候的21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几个城市都在20世纪末努力地把它做起来 然后包括比尼尔包在盖 有一个叫Franc Gary 非常有趣是2008年在8月的时候办了奥运 等它办完之后2008年的9月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2008年的9月发生什么事 金融海啸 而且那个金融海啸 整个全世界的金融都crash 当北京奥运盖了这么多 之前台湾很多杂志都在讲杜拜学 讲比尼包效应 报道这些所谓的地标城市的一些建设的时候 其实在2008年做了一个很大的反转 这个很大的反转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 让所有的人的梦突然就醒了 觉得世界上花费了这么大的资源来盖一个所有伟大的城市 那时候全世界都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面对的是极端气候 面对的是减能减碳 面对的是绿色建筑 面对的世界很多的革命都在讲 这个财富差距太大 极端气候的差距太大 所有人类开始觉得 开始要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要创造奇迹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北京奥运的那个大场面 就是蔡国强做烟火 是像一个大脚印一样 从故宫一直往后踩 踩到奥运村那里 那个奥运其实真的是很吓人 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里面想说 那下一届谁要办 下一届怎么办 那么大的一个场面 所有东西都 而且是要创造一个one world one dream 可是我明知道 在2008年的时候的下一届是谁办 其实2008年你就已经知道下一届是谁办了 就是伦敦办 就像我们现在巴西刚开始办完奥运 我们知道下一届是谁 东京 对不对 这一届的奥运东京的在闭幕室有做一个表演 他们用非常多的他们以前的这个游戏动漫的这些东西进到 进到整个会场 做得非常轻松 你们都如果看过 而且评语好像还不错 所以2008年在做奥运把场面拉到这么高的时候 闭幕室应该是谁来做 伦敦来做 对不对 那伦敦怎么做闭幕室 这我们很好奇 那时候我非常好奇 我觉得伦敦应该要面对北京这么大的场面的问题 伦敦奥运提出他们2012的statement 不是one word one dream 他提出来的是什么 是join people together 当大家要共同集中力量 刚刚要变成一个one word的时候 伦敦反向的去提出一个 我们要的是一个diversity 是各种不同人的面向 所共同营造出来的一个城市或一个世界 所以他开始要让人变成他的最核心的主体 人是每一个人长相都是有面貌的 所以怎么说呢 像我们在看北京奥运的时候 是一堆人出来 市农工商一场一场 你几乎看到的是那个共同集结的那个大场面 可是到伦敦奥运的时候 他们是一个一个出场 他们的奥运期是怎么做的 奥运期是把英国年轻人 最流行的国旗 就那个米字旗 红白蓝的米字旗 整个把它拆解掉 变成2012 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fragment 它不是要一个整体 它反而是要一个局部 所以每一个东西都是一个局部性的关系 而不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 所以他看到的不是一个one word one dream的整体 看到的是一个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不同个性的一个小碎片 可是这碎片合起来 把这些所有的people 这些urban fabric 结起来才会变成一个whole image 认为这个世界必须要保持多样化的状态 更有意思是这个多样化的每一个人 必须要有identity 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一个特殊的自己的独特性格 而不是在完成一个大的图像之后 这些人的各自的独特性消失 所以最有意思的是伦敦在北京闭幕的时候 第一个进场的是什么 红色的双层公车 伦敦是最最生活性的公车系统 大家知道伦敦有两个东西是红色的 一个是公车 一个是什么 电话亭 电话亭跟那个是他们的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伦敦 就是伦敦地铁是很老的 伦敦地铁的logo 不过它不是红色它是蓝色的 另外一个伦敦的logo 所以伦敦就把他们生活性的东西带进来 第二个呢 进场的是什么 进场是伦敦我最爱的一个摇滚乐团 因为我是听摇滚的 我也是搞摇滚乐团的 所以我最爱的摇滚乐团叫齐柏林飞船 有他唱过一首歌到现在都还很棒的 叫Stayway to Heaven 齐柏林飞船的吉他手进来 开始拿电吉他 就进到这个会场里面 跟整个原来大的那个场面 气氛完全不一样 每一个进场的人都有他的个性 每一个进场的人都有他的名字 他可以开始把pop culture全部带进来 第三个进场是什么 这个人是谁 贝克汉 一个运动选手把他球就踢进会场里面去 整个对于奥运的所有的会场的这个想象跟布置 包括后来2012年伦敦奥运他们直升起怎么进来 他每一个人怎么分别进场 都在讲这个事情叫join people together 他其实代表的是21世纪的一种对这个时代的另外一种定义 也就是人要保持他自己个别的独特性 可是呢整个世界跟城市要保持一种多样性 而且每一个人的独特性必须要在他自己的know how 他最强的那个部分开始往外扩张产生影响力 那这是我们摊到的 伦敦奥运跟北京奥运最大的不一样的是 北京奥运是在故宫的北边成立一个奥运村 在奥运村的体育馆 鸟巢跟水立方都在同一个区 把一个原来空地的地方变成一个奥运村的行星区 可伦敦不一样 伦敦在做一个都市建设 用一个奥运 你知道奥运要花好多的钱 所以奥运花了这个钱其实是在建立他自己的都市的一个标准 就像台北当初要做花博 做花博其实要打开从原山一直到北美馆 一直到河滨公园的那条路 所以其实办这种大的世界型的event 对自己的城市建设来讲是有一个概念的 北京要建构一个新的都市更新的新区 用奥运来做奥运村 所以伦敦开始变一个新区 这是北京要去做的事情 伦敦做什么 伦敦他们选择他们的奥运地点选在哪里 选在东伦敦 因为伦敦里面的西伦敦是海德公园格林威治 是最热闹的地方 它的敦伦敦是什么 是废弃的工业区 是土壤都被污染的一个工业区 伦敦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是要把奥运的所有的展馆放在这个工业区里面 第一件事情它花了接近八年的时间 重新做土壤改良 因为土壤都被污染过了 第二个是它把这条河打通 原来这条河都被淤泥给塞住了 所以它的第一个建设是改变它的土壤 打通它的河 第三个你看到它的所有的红色点 红色点有点沿着河的边边分散的散落的 不是像这里集中的配置 它为什么要散落配置 它说我们伦敦在做奥运的时候 伦敦的每一个点其实要来有一个功能 除了奥运当时要来做Festival以外 它未来要变成连接这条河两边 因为一边是车站区 另外一边是像废弃的贫民窟一样 它说我们建立了这些红点跟这条河跟这些土壤 是企图把两边一直都没有连在一起的 借由奥运村把它全部连在一起 所以它说我的奥运村的第一个概念就是 缝补把两边的gap给缝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都市的概念 它在缝旧区不是在创新区 它在旧区充满了各种不同的都市的问题 所以它开始用这个方式来缝补这些关系 当它去缝补这些关系的时候 它还告诉这些建筑师们说 你们这些建筑师 请你们一定要follow我们奥运在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假设奥运的展馆必须要五万人 你必须在盖完这个奥运办完之后 你要把它改成两万人或一万五千人 为什么 因为五万人太难维持了 你如果到今天到鸟巢 你到水地方 发现maintain一个五万人 可是平常不太办这些大活动的时候 他的维护管理费太高 而且这个太高会让这些所有的资源浪费以外 整个资源会变成文字馆 所以那时候的建筑师 做他那个时候的奥运的建筑师 发展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这是被政府所要求的 你必须要在盖完办完场地之后 你一半的体育馆能够拆掉 移到别的城市去盖另外一个展馆 你这边只要给两万人用就好 这是一个从设计就开始想的 所以designer,architect 建筑师在想这个事的时候 他必须要想 我这个建筑是可以一半被拆掉的 一半被重新mark up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这个东西都必须要重新开始想 我们常常说 我们现在做奥运或做世博 第一件事情要想,要想什么 不是在想奥运当时 要想后奥运跟后世博 就奥运之后城市变成什么样子 世博,后世博是世博之后 当然人都走掉了 这个城市要回复到他生活面貌的时候 他要变成什么样子 不是为了那个盛会而已 他们在配置上 而且还规定这些所有的建筑师说 你在做这个奥运场馆 如果这条河是一个公共地区 你的正立面除了要面对河畔以外 后面那个叫做备立面也要变成正立面 为什么 他说未来房子看起来在河边 这些属于背后的都是面向社区 所以你一个建筑必须有一半的面 要面向社区 一半的面面向河的公共 OK 这些都是政府治理的时候要求建筑师所做的 我非常佩服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政府 在理解他们在做这些建筑的时候的一些guidline OK 要求建筑师说 我不是要你只是把你的建筑做得像一个明星的建筑 做了一个地标性建筑 我要求你的是你如何面对社区的观念 最有意思的是 伦敦有很多公园小学运动场 都在都市block里面 还有中央公园大公园 奥运要做什么事 他说我要开始做体育设施 可是我要让这个体育设施具有影响力 所以他们画了一个简图在这里 他说我奥运要在各个市区做建设的时候 我这个建设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是要让这些公共设施 经由我再多盖几个公共设施以后 全部可以像联谊一样连在一起 如何增加公共建设 让原有的公共设施产生一种连续性 公共的连续性 这是它的主要目的 这也是政府还没找设计师的时候需要先订定的 所以我在选点 选哪些点都是什么 都是我要丢一个石头 丢到一个水里面 它产生一个连移 这个连移产生的时候 才有办法把所有东西全部连在一起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城市治理 也是一种城市建设 这样的城市治理跟城市建设 让所有后来跟上的设计师 景观建筑师 都市计划的人 都在这样一个共同价值理念上往前走 OK 这种常常是做 可能是各位未来去政府机关 未来就做论述的时候 你可能要比样建筑师 你要在建筑师之上知道 OK 这个城市未来会变成什么样的面貌 才开始产生新的一个可能性 甚至于他说我在奥运的时候 需要做这么多 temporary的一些生活设施 这些temporary生活设施 如果我们现在做 可能都做在奥运村里面 他说如果我刚刚把 我的这些运动设施 散落在城市里面 当做一个连移 要把东西连在一起 那我这些设施应该怎么做呢 他画了一张图 这是我们本来要做的设施 他把这张图全部 就像刚刚那个英国国旗 拆开 变一个fragment 他把所有的需求设施打散 打散到哪里 打散他们最重要奥运的 那条捷运上面 就有点像我说的 如果要建构一个叫做 台北的捷运大学 我可能会把某些设施 某些大学的教室跟科系的设施 设在阳明大学 跟生医有关 我设在明传大学 可能跟气馆有关 我可能会设几个教室 在两厅院跟图书馆 它跟知识 或跟表演艺术有关 我试着让一个大学 拆散 放进捷运站的各个站 每个站都来补充 弥补或强化 这个站应该要有的特质 有的比较偏的站 你看它设在这个每个站里面 它就把刚刚的那个集中性分散以后 有些它只有几个点 它加这几个点才能把尾站最尾巴强化 有些是本来就已经很热闹了 你要加几个休闲设施 让那个热闹也有休闲的地方 所以这个每一个都有强度 这个强度都是跟捷运站有关 而且这个捷运站 每个捷运站都有它的特性 也就是urban village 每个站就像一个block 像一个街坡 这个街坡都有一个新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捷运到中山站 你就很可以理解 中山站南京东路 南京西路那个区的urban village 是什么感觉 到了师大区 它是一个应该什么样的感觉 公管区它应该什么感觉 所以你第一个一定要先订定 这个整个区的每一个区它的特色 你才知道说我要办一个国际性的event 我怎么把我的设施放到那个各区里面 来强化它的捷运站 强化它捷运站的独特性 然后弥补它的所有的生活设施 它称为叫做mapping experience 如何mapping 如何让这个生活经验 叠加在一个城市里面 当时我对于伦敦奥运在做城市建设 在做东伦敦 现在东伦敦已经变得很热闹了 在做它的晚会 我觉得它有一贯思考 而这一贯思考是 那个中心思想是很清楚的 那它叫做drawing people together 那这people当然是一件事情 回到我们上个礼拜 在谈到如果你看到伦敦的这些街区 每一个区都有一个强化 其实台北市在五年前 也在做这个所有的台北街区地图 其实就在干嘛 在盘整这些街区到底有什么东西 这个街区到底有哪些人在里面 这个街区的独特性是什么 所以你可以在台北市地图看到好几个框框 有大框框有大有小 它是一个块体是一个面体 其实都是在了解各个街区的关系 然后就会把每一个街区 盘整出所有可能性的关系 甚至于在可能性的关系 标的出来的时候会定一个主题 像这个主题是我当初在四年前吧 帮南海园区 南海园区就是植物园 还有我的母校建中南海路 还包括这个孤岭街 大家知道孤岭街少年时间 孤岭街是旧书街 包括南门市场 OK 有吃的 有读书 卖书的 有到最大的一个植物园 有一些文教设施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想要做一个 叫做种子集 就是把人 孤岭街的人 跟南海路的植物 join在一起 办一个活动 然后开始要把所有的 知识都跟植物 开始连在一起 那这个都是什么 都是在街区里面开始要想 如何办一个活动 去促进原来孤岭街 跟南海路这个植物园 完全不接 历史博物馆 两个完全分开 怎么办一个东西 把它连在一起 那这有点像刚刚在谈到 伦敦在做奥运的时候 他怎么在一个捷运站的 一个触媒的街区里面 加进两三件事情 让他本来不会在一起的 开始在一起 那时候当然很重要一个 就是跟人有关 要启动什么样的人 所以每一个街区都在谈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